上次開YMWIN機箱方式的拍法 差點連腰都藏起來 我今天也是用正常的拍法 我今天也是開YMWIN機箱 上次也說了我拿了4件YMWIN的產品 由於我要趕快還給正都的關係 所以今天也拍了 就是這隻 這隻是YMWIN的新箱叫216 上次開過兩隻是ITX B1 另一隻是商務D的大箱 就是C200 這隻應該適合你的機碼 先插播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仔 現在頻道會維持在24出片 星期六直播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不要錯過任何節目 哎呀 這隻新箱叫216 有別於之前的30多或10多的設計 這次完全是新的玩法 先看看我們從頭到頭到頭 分範圍的位置會在頂部有開機 有USB3102個 還有HD Audio 主要入封的位置會在哪裏呢 就不是在正面 而是在側邊靠這邊的洞洞去入封 頂部位置一樣可以做入封 只有2個12cm位置 有一個磁吸塵網 拔出來洗都十分之容易 這隻機箱會有玻璃 適合這群混蛋 GAMER要用的東西 但扭螺絲的位置 就有別於之前的10多或30多的設計 如果它用之前的按鍵 或者改良一點的方式 我想對玩家來說應該會比較容易接受 因為始終扭螺絲的感覺 都是一半半 我自己的一半半 剛才我說了 主力的入封位 就會靠旁邊 還有這裡前面也有一個洞可以入封 這個位置可以放3把12cm風扇 頂部可以放2把12cm風扇 機尾也可以放1把12cm風扇 總共可以放6把其實就足夠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買一塊沒有風扇 但是對GAMER有用的都仍然在 有什麼呢 當然剛才說過的風扇位置也可以安裝水冷 還有大部份人比較喜歡的新設計 就是這個位置 可以安裝到打動擺的Display Card的設計 這個我看到很多GAMER組裝新的電腦 都會推薦把Display Card 就這樣組裝打動擺 這個部份就不太複雜 只要你的機箱支援到 買Riser Card就可以了 火牛CAMBER這裡 開了一個洞 讓大家可以看看火牛 如果你買到火牛有什麼RGB有悶 基本上都不用擔心會遮蓋著它 這個設計我覺得蠻好的 揭花到另一邊 其實看它的走市空間十分足夠 火牛最長一樣可以放200mm的火牛 基本上大部份大火牛 小也好 全部模組也好 都可以放得到 而且它一樣可以有很多走線洞洞 基本上跟我們上次開過C28是很不像的 Hard Disk位置剩下兩隻 如果在GAMER的角度來說 有一兩隻我覺得夠用的 因為絕大部份都是用一隻SSD 大容量或者再配合Hard Disk Hard Disk我都開始見人少用 所以GAMER一向的機箱 兩隻位置其實夠用就有 因為上次說那隻C28有6隻 6隻的原因是雙模向 或者是給Creator用 所以有些設計箱 或者影片圖片的成品 要保留下 其實要多Hard Disk位置是合理的 因為GAMER一向的機箱 就不需要這麼誇張 其實這樣做 做2隻3.5吋 還有2個2.5吋 其實就已經很足夠了 其實它跟C28兩隻的耐洞十分之似 變了玻璃 沒有了5.25吋 還有沒有了上面2格的3.5吋 其實下半身的東西都相當似的 包括了剛才有說過的打凍擺Display卡 不過它水冷的支援性 會比C28會做得好一點 因為C28似乎前面有太多的架 就算你拆掉它 5.25吋都會搞事 這隻會做得比較好一點 水冷支援性方面 顯示卡的長度 基本上你扔成30cm長的卡 都沒怕過 CPU的鐵星高度 就算放到166mm都沒問題 我覺得這類機箱的彈性十分之大 你可以選擇一體式的風冷 我覺得這隻機箱的散熱上的彈性 會比C28大 你可以選擇一體式的水冷 或者裝大一點的塔散也沒問題 我覺得這部份是值得大家 如果我想試一部高階一點的電競平台 其實這隻箱我覺得OK 唯一缺點就是沒有風扇 不過不要緊 它給我一些正東西 這兩隻箱 開完都沒有風扇的關係 他們給我這盒感香的東西 這盒是什麼來的呢 我搜尋了 它的名字是Jupiter AJ120 這支風扇應該是香港第一盒 第一次在影片上蒙光 這支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就是INWIN自己出的ARGB風扇 這支是三隻裝 三隻裝就有這支控制器 它是比你薄分的 這支風扇是用5VARGB的方式 這支可以支援華碩技嘉華騎MSI 四大主機板倉的ARGB同步技術 當然啦 你一塊主機板有 你刺下去什麼事都沒有 但如果你一塊主機板沒有 你不用刺下去都什麼事都沒有 這支有4針P級M的設計 我現在因為做示範的關係 我插光用3針 它現在全充行1800轉圈 它有ARGB燈效是怎樣做的 就是中間的軸程中有6顆燈 可以按一下主機板沒有的話 如果主機板有的話 就直接刺下去主機板 用主機板的燈效同步軟件 去做問題解決能話 這支燈效因為它不是做Ring的狀態 只不過是中間的軸程散出來 它算是比較光 因為之前我們試玩一些品牌的方式 如果它做中間的話 其實未必會很夠光 引伸到你想做一些風扇框圍圈的設計 其實這隻來說算是這樣的 因為它的線頁做了一些手腳 線頁用七頁的設計 每一頁到最尾的位置都有點像蝶刀 所以轉起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燈效射出來有點像Ring的效果 因為一開始我拿著這手的時候 我都以為它的風扇真的是Ring 至於一著的時候我就覺得原來不是 但它的效果走出來也沒有上限中那麼差 因為它周邊也有反對用的光出來 不會消光 我覺得這隻是蠻好的 當然我說它蠻好這一刻 我是不知道它價錢多少錢 如果太貴就沒辦法了 希望它這隻的定價不會太高 也可以彌補它自己出的幾隻機箱 走出來是沒有跟風扇的 但起碼你說剛才216拍到300LGB 感覺馬上高了 現在你買了機箱 都會跟風扇給你的 這隻風扇我不知道它是多少錢 但216就600多元 有興趣想組裝電競平台也對的 我繼續去吹頭 下一支影片再見 043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